羽羊公主高贵优雅,优越的外表让很多羊都喜欢她 不论走到哪里,羽羊公主都是闪耀的大明星 美羊羊也将她当成偶像,一直很崇拜她 但没想到有一天也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喜羊羊要借美羊羊的围巾送给羽羊公主 这把美羊羊给气坏了 美羊羊一直很喜欢喜羊羊,也特别愿意跟她一起玩 尤其是她对待喜羊羊与沸羊羊时的双标 坎称剧中名场面 如今喜羊羊却喜欢羚羊公主 美羊羊一直是羊村最美的羊 但是羚羊公主出现后,大家都不再觉得美羊羊好看 纷纷喜欢羚羊公主,甚至认为美羊羊太肥了 这把美羊羊气得不轻 尤其看到大家都围着羚羊公主转 美羊羊更是醋意大发,村长请她帮个忙 美羊羊很高兴,没想到她却喊自己让开 因为挡到她拍羚羊公主了 美羊羊再也无法忍受 她拉着村长要她帮自己变得更美丽 可喜羊羊却补刀 你不可能比羚羊公主更漂亮 美羊羊大受打击 为了变得漂亮 她甚至想偷偷拿走村长研究的美丽水 结果被暖羊羊发现 喜羊羊再次补刀 那些药通常都是失败品 美羊羊极度新爆棚 根本就听不进去 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美羊羊偷偷拿走了美丽药水 躲在一旁喝下去 结果变成了一个大胖子 身材圆滚滚的 比之前变得更难看了 美羊羊很崩溃 羚羊公主刚好在旁边看到 直接笑得肚子疼 美羊羊气急败坏 质问她竟然偷看自己 羚羊公主却表示她没自己漂亮 不会去偷看她的 好在美丽水要笑到了 美羊羊恢复了美貌 她看到羚羊公主在训练 发现她的体操技能又变得更强 这时灰太狼突然出现 美羊羊赶紧喊羊羊公主离开 可转身却被灰太狼堵住 灰太狼本想抓住他们 却被他们用体操技能打败 两位美丽羊离开了此地 而倒地的灰太狼却发现了掉落的美丽水 美滋滋地拿回家送给媳妇红太狼 结果红太狼变成了大胖狼 把灰太狼抱揍了一顿 而美羊羊也因此与羚羊公主成为了好朋友 他们还护送了礼物 美女之间的相处也是让人看不透 他们可以是敌人 也能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善狼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小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具体的大胞 精彩 Watson